高雄市乐林学习中心24号前往安坑乐林学习中心参访 安坑乐林学习中心除了热情街道远代而来的贵宾 两立的参访团也彼此分享了学习成果和经验 期待在未来可以提供长辈们更丰富的学习内容 高雄市乐林学习中心24号来到安坑乐林学习中心参访 安坑乐林社交舞班的学员带来精彩的舞蹈表演 欢迎远道而来的贵宾 现场气氛相当热闹 也展现了安坑乐林的热情与活力 为了帮助高雄市乐林中心参访团了解安坑乐林学习中心 安坑国小校长陈玉芳也介绍了安坑乐林开办的课程 与发展方向及目标 并且分享了推广经验 让高雄参访团充满高度兴趣 我看他们的特色课程里面春夏秋冬都有不一样的课程 那这些的运作方式都可以带给我们 这一次参访团里面很多的主任校长们 一个课程的启发或者课程的规划 让我们回去的时候呢 可以在自己高雄市的乐林学习中心进行推广 那我觉得这样是一个很好的交流活动 另外高雄乐林参访团也观摩了安坑乐林中心长辈们 丰富的成果作品 包括了手工艺绘画书法等等 展现了安坑乐林中心长辈的创造力 让高雄乐林参访团赞与有加 安坑乐林学习中心呢 有非常多元的一个精彩的课程 以及我们长者也有做一些自愿的一些服务 以及我们的乐林学习中心定期都会举办成果展 让长者有机会可以发挥所长 将他们学习成果做一个展现 那我们把一些我们的一些学习成果做一个分享 我想我们南北做一个交流 可以疲似互相的一个学习 安坑国小校长陈宇芳强调 乐林学习中心可以帮助长辈增进与社会的互动 因此期盼未来能有更多不同区域的交流机会 共同为社区的长辈们提供更好的学习环境及课程 记者成品这门奇新店采访报导